主播会客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国立空中大学新竹学习指导中心的主任 是我们的陈德馨陈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主任 主任您好 你们好大家好 好今天呢很开心邀请主任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当然第一题要跟主任请教的是 空中大学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不陌生 但要实际的能够讲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的机构 可能很多人就说不出来了 所以第一题要先跟主任请教的是 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术机构跟单位吗 这是全中华民国第十所国立大学 如果按照中华民国设立的大学的先后次序的话 大概1986年的时候设立的 那总部是设计在台北的卢州 那这个大学跟其他综合大学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 这个大学它的 如果说是它的校园的话 它是遍布整个台湾 整个中华民国的领域了 它除了在各乡镇都有分布之外 都有那个指导中心之外 连离岛都有指导中心 所以我们像我刚刚跟大家介绍了 您是我们新竹学习指导中心 像这样的学习指导中心在全台湾就会有很多个 对不对 13个 13个 好 那有这么多的这个学习指导中心 跟一般的学校就不太一样了 那我们的上课模式是不是也跟其他的大学不太一样 是的 我们的上课模式基本上是强调在透过视讯 透过网络 以前是透过广播来讲授课程 那实际上我们的授课方式 除了这个最大的这个特色之外 那一般上课的那个实体课程 我们也是有的 但是相较起来 上课的那个时数就没那么多 比如说一个学校里面受课实体受课的时间 是18周每周都要来上课 但是我们是每个月来上一次 所以就有六次受课的时间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他没有受课的时间 我们是靠广播 靠视讯 靠网络来受课 这是个最大的不同之下 上课的时间跟地点会比较弹性一点点 那因为是如此处理的关系 除了一次正式实体受课的时间 得在我们的中心 就是全台湾各中心受课之外 但其他时间呢 你可以在家或在其他工作岗位 如果方便的话 看什么地方你都可以随时随地来上课 那如果我今天是在新竹这边报的名 我可以跑到那个台北的实体中心去上课吗 有这么弹性吗 到 你说是在新竹报名 然后到台北实体 只要去做过联系或者是住民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到台北中心去收课 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很多人在考虑空中大学的时候 可能会提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学位的部分 是有被认证的吗 那当然这是个国立大学的学位 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毕业的学生 实际上有很多学生 毕业以后 就直接就是去读研究所了 那各国立大学研究所都接纳他们 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像空中 国立空中大学毕业的学生们 他们也是可以继续在深造 或者是在继续求学 是的 那么这样的学生还不算少 实际上如果你们有兴趣 可以去看这个新筑学习指导中心的网页 那网页就会清楚地标明 历届 毕业了以后 到各公私立大学的研究部 去研读的学生 他们的名单是很清楚的 然后我在这边再强调一个就是 国立空中大学的学生 相较一般综合大学的学生 比较特殊的事情就是 除了在这里面学习 目的在继续升学者之外 有的可能还有别的考虑 比如说公司行号里面可能要升级啊 或者是升签的关系 那最常见的是乐学 就是其实这个人已经是毕业很久了 在我们的学生的名单里面 有些学生甚至已经取得博士学位了 但是他可能对某些东西很有兴趣 但是在他的职场生涯里面 可能没有机会去完成这个梦想 所以要到国立空中大学来读 那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曾经遇到一个姓林的小姐 她来找我的时候 她就是已经是毕业的学生了 那她说她要去读研究所 那请我帮她写推荐函 那我仔细询问了她之后 是因为她自己就是独自一个人 今年已经70岁了 但是呢她还想再读 所以我帮她写推荐函 然后也顺利地进入了淡江的日本研究所 那更多的事情是 更多的这个案例 是本身并没有这个学历的考量 就是取得学位当然是其中之一了 但是学习的目的不仅只是如此 那学习的目的纯是为了兴趣 以新竹中心来讲 一位范姓的同学 那她自己本身很喜欢书法 那每一个礼拜都会固定时间 到台北去找书法的研习老师 研习书法 但是呢她来我们空中大学学习 最主要是学习有关于人文这方面的课程 那后来也是因为跟我接触比较多 是因为艺术这方面的讨论比较长 然后她毕业之后 她希望有机会的话 她还能修我的课 所以我这边就要告诉各位就是 来空大学习 获得学历是一件 但是纯然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这是空大最乐意见到的一个现象 这个在空大的学生群里面 数量还不算少 学无止境 活到老学到老 那下一个问题要跟主任您请教 因为您刚才有提到说 其实在全台湾有13个 像新竹学习指导中心这样子的据点 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新竹的这个据点 有没有一些宗旨或者是目标 我们新竹学习指导中心 它现在设置在 这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综合议馆 那我们还有一个苗栗服务处 也是属于新竹指导中心 来辖下的一个单位 它现在是在联合大学 那它就是产串中心的H2050 这两个是我们的所属的单位 那我们基本上是照顾桃竹苗地区的这个乡亲 那我们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提供 除了我们提供一般的国立空中大学的大学的课程 比如人文学系 比如说资管学系 比如商学系 比如说工型学系 每个学系各有他们要提供给我们学习的目标 还有学习完了之后 毕业了之后 可以在职场上面获得到的一些找工作的方便 或者是一些每一个学生各自的需求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更希望在这几个地方 就是说桃竹苗地区 就我们推广一些课程 比如说最近比较著名的 叫新住民专办 那桃竹苗地区在这方面 似乎颇为需求 那第二个就是社工专办 特别是承照工作人员 可能需要这些专办 还有警察专办等等 那另外一个最近常听到的需求 大概就是生活科学 就是家庭料理 还有夫妇相处之道 那这些课程 我们都希望能够推广给桃竹苗地区的乡亲 我们学习或者是来 就是在这边可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知识 好 这个刚刚听起来 这个开课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其实很吸引人 那最后主任是不是趁着最后的时间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招生的管道跟招生的讯息 我们的招生管道其实有三个 你可以现场报名 你也可以网络报名 也可以写信 来 都可以 那么我们这边的服务同仁呢 都非常的积极 然后非常的和善 这方面能够一定帮你办到非常的和顺 然后我们报名的时间 大概有上学期下学期了 上学期大概是4月1号开始 一直到6月30号 那下学期大概是10月25到11月30号这段时间 那办理过程都非常的简易而方便 若是有不懂的话 其实我们的服务同仁都会很快地来回答各位的难题 那在这边要特别跟各位提到就是 空中大学的每一个学程 每一个学分其实费用都不高 940元 要远比其他一般大学 一百二十一百三十 一千两百一千三百的这种价钱的话 它是很便宜的一个学分的价钱 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国立空中大学基本上是要服务大家 就像是我们现在所知道一些综合大学 在经济回报上比较不成功的案例的时候 他们就会退场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国立空中大学一直坚持 纵使是一直坚持是服务的路线 所以离岛 马祖 离岛 金门 我们还是坚持 还是澎湖的地区 我们都是坚持有我们的指导中心 最主要是服务各地方的需求 好 那我们今天也谢谢主任 能够特别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分享的有关于国立空中大学 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单位 那也推荐给大家 如果说想要再继续学习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国立空中大学 再次谢谢主任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播会客室呢 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可以播大新竹新闻 我们下次见 再见